一万公里不到的新款Model 3 还能卖多少钱 23年的 对 23年的10月份上牌的 大概是9000来公里 原本元气 他们刚说23万 上两多我觉得就这样了 这么低吧 这车原价是29万多 那现在只值23万多 因为是红色的 红色 正常黑色白色 这个车应该值个24万 值多不少 24万肯定往上走的 9000公里也好 还选个白内 是不是 然后元气 但是如果是白黑就更好了 红色嘛 这个颜色小众 选项呢 人群就比较少 可能就只能女性添多 男的可能就买的就不太多了 然后又是个长续行 是不是 如果是女性的话 标蓄它就雇佣了 正常不会买长续行 价格毕竟上来 对 上来15万 你这个红色的 价格呢 正常的油车 别的车型 别的品牌 就是目前这个红色 能驾驭的品牌 像马自达的红 跟这个原来上一代私域的 8代8代半 9代的私域的红 都OK的 其他品牌好像 驾驭不了 驾驭不了 这种普通车 咱代步车呢 这还是正常颜色 受众人群比较多 其实他选那个 比如说颜色 选那个内饰 对 在新车区上 应该都是需要加费用的 对 当时他和选红色 也是要加钱的 白内也要加钱 在白内挺好 别的都没办法 就说单纯红色外观 就下一万 对 这让我们就 油车我们都下一万 这个车其实 如果说看电池的保重来讲 一万其实不止 一万块钱的基准 你比如说正常行 你咱就24来讲 蛮厉害的 电池对于特特拉讲 其实保值率算可以的 正常的 你像国产品牌的 小众一点的 电池品牌 你像领跑 像现在的小鹏也不咋低的 那这种基本就像一年 一年这个样子 基本就对折砍了 差不多就是六折 五折 这个样子的 特特拉还算还算可以的 还算可以 对 又比如销量 保货量越大了 就越保值嘛 对不对 你像保货率排行榜 你像这个像蔚来 蔚来卖的好 保货量大 在这边聊蔚来 是蔚来的ES6 其实蔚来的ES6在车系里面 其实是购得挺好的 对 ES6因为这个价位 新车三十来万 因为买蔚来ES6这群 大部分从油车过渡到新能源的 或者新能源的 想提升一下 品牌的品牌也好 自己的形式品质也好 他就可能选了个这个车 30万左右都能接受的价格 这个车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这个车22年的 22年的 这个我们已经是卖掉了 22年的这个车 正当我们就卖个20多点 21万 就是新车这个车 36万多来讲 10万块钱 两年 保质率算可以的 蛮好的 他目前的就是 这种电池租电的话 其实对于它的一个 残值的话 是不是有一点提升的 这样 所以因为蔚来 它有租电跟买断 租电它电池 我们就不考虑电池的事了 因为它可以换电 所以电池就不考虑 这个电池的事 租电的你买的便宜 当然卖的也便宜 一样的 扣掉电池之前 我们就讲车价就OK了 其实一样的保质率 租电跟这个买断 在同等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 有台Model Y的 比如说这个里程 然后还有我们 ET5的这个里程 那它就是相对来说的话 比较是3的残值高一点 还是说ET5的这个残值 相对来讲 同等的话 还是特斯拉保有量 毕竟特斯拉保有量 比它要大一点 但是不会说很大差距 还是要看一下保有量 对看保有量 不管油车啥车 你的保有量越大 肯定车就相对来保着来讲 就越好 比如说像咱们 在收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是更加 看重这个像里程 还是说更加看重于 比如说其他东西 像比如说里程 它对于比如说这种 电机的摩锁 电池的损耗可能会大一点 这个里程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是这样的 里程对于电池来讲 里程的这个大小 对于电池的损耗 其实是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折损率的 因为电池的损耗 不在于你里程多少 电池的损耗 就在于你用车习惯 快慢充的次数 就现在不是800伏400伏 我一直在操充一直在充 它可能对电池损耗就高一点 但是比如慢充 徐环充 它就好一点 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 检测到的 这个我们目前有这个设备 可以检测到 可以检测到 可以检测到这个电池的 比如说 冲方电视数 实际的续航 现在多少都可以的 它就可以直接跟充电枪一样插上 插上之后 就能读取到这个整车的数据 都出来了 比如电池的冲方电视数 然后实际的电池的折损 这个寿命 比如说像我们的水平一样 比如说剩90% 对 大概多少寿命 是的 可以一下就撤出来了 在同等情况下 比如说有蔚来的 有蔚来 有蔚来 有理想 有特斯拉 有小特斯拉 那么你认为他们的保值率 从品牌层面来讲的话 你觉得是哪个是更加高一点 就是新势力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特斯拉第一 特斯拉第一 第二名可能是蔚来 但是以蔚来这个趋势 我可能就是近期 就在一年两年的时间 肯定跟 不说超越特斯拉 但是我觉得跟特拉持平 应该没有问题 第三名理想 因为什么呢 因为特斯拉跟这个蔚来 它两个的受众人群 是广面的 都可以的 就大家大众都能接受的 但是理想的人群呢 它就小众一点 都是这种 就是我就只认识这种车型 像理想没有三项车 都是SUV 对不对 我都是家庭用车 但是你买 比如说买特斯拉 买包装山 买歪 它就是比如说我代步 单轮个人用 年轻人用 都是第一辆车 对不对 它是这样的选择 像蔚来 我体验高科技 体验形成质感 体验换电 体验各种便利 那我买这个蔚来 比如说我要是 比如我业务用 完全没有问题 那到处换电 打开全是 是这样的 它受众人群广一点 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换了一项 就是 比如我现在有个 就改善的 比如说我现在 再开台5系 或者是7系 没有必要去 你如果我换个UI 或者换个1S6 可能会档次下降一点 觉得 但是那我如果换个L7 L8 L9的 全家人都能符合要求 再开这个 好像B格也不差 这么个事 但你说我5系换7系 好像没有那个必要 就我正当家用来讲 我没有商务需求 我换个7系没有意义 你换S 换A8 就整个未来 对我就换个理想 或者换未来的ES8 我就OK了 但特斯拉没有这种车型 你没啥可换 特拉你要买X 或者是买这个S的话 就纯性能车了 它又 家用兼顾不到 有没有哪个品牌 是你可以 比如说闭眼采购 你觉得 它一定是能赚钱的 就是我买回来 二手车来讲 回家回来卖 二次销售能折填的 就肯定能赚钱 几乎不会亏的 几乎不会亏的 你想会想 我这个比方 我可以要的 那目前来讲 还是特特拉未来 就是像 你看像小鹏这动荡 他很厉害 这跟车企的兴趣度 有关系 为什么说理想 不再考虑放一年 像理想万 就第一任车主 对第一任车主很不友好 理想万的车主 刚停完车 根本没有任何征兆 没有任何功效 啪 我就直接停产掉 我就给L6 L7 L8让路 对不对 L9让路 这就 这就对于 就是第一任车 用力不太友好 你突然就降价 然后市面就大量涌出来 就好多这种 就是困存车 就买好便宜 这个保质率就咔 就直接下降了 对于第一任车主 也是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就没啥保质率 从这种车呢 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讲啊 我买这个车 肯定我要承担那个风险 它有了一次这个先例 你比如现在L7 L8 L9 现在有的车 它要升级新款的话 比如像24款 它上25款的时候 你说现在有个24年的 24款的准新车 或者有个1万公里 2万公里的 可能你又不太敢买 因为你知道它要上新款 它可能会突然降价 你比如说像是蔚来新款 它没有说大幅度的降价 它没有 对 它就是有一个 它有个浮动降 时频 可能会时频稍微 对 对 对 你看蔚来现在它降价 它也降 像特拉 它也降 但是降了之后 它提升了别的东西 或者更改了别 比如现在蔚来 它变150度电 它70度 100度 150度电池了 它有 它给人更多的选择了 你像比亚迪吧 你看近年比亚迪 第一个先桌子的 比亚迪来讲的话 电车的话 你是愿意收的吗 从心理上来说 还是完全是排斥的 作为一个商人来讲 不愿意收 但是从个人来讲 这个车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是愿意 就是我包括自己 身边朋友亲戚买 也是愿意推荐的 就买个新车 找我买个二伙的 我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你像 就咱拿秦来讲 就是年前买秦 那个年后买秦 这会儿都没法卖 就卖了 咋卖的是不是 就是价格 就接受不了 一下就两万了 一下就两三万 就下去没有了 就接受不了 是这个事 对 你有没有你不收的车 新能源品牌 新能源品牌里边不收的 对 新能源里边不收的 你要这么想 比如说现在的威马 我们是肯定是不要的 品牌已经没有了 这个品牌没有会导致什么问题存在 比如说车机没法更新 对 然后售后问题 它现在是也有售后的 因为国家不就有规定 它不能停掉售 配件其实是找得到的 但是没有售后了 就很烦 小的城市 你比如说像在偏远一点地方 买了这个车 就根本没有收 再一个把我辆少 我后期维护你也就难 你比如你就正常的去修理厂 咱就虽然是电池 但也要做保养的 比如我换三车油 对 对不对 比如我换助力油 它就不会 咱像全国各地都有的 比如说大一点的自备品 比如说天猫养车 京东养车 土虎 可能他们都不会 你何况更小一点修理厂 厂里面有高和这个车的话 是怎么想的 高和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高和在降价之前 这个车 咱说不好 你是有钱是一个大玩具 就是我有了钱 我想要一个 比如说给别人不一样 我就要小众 我买这个车 高科技各种算 各种科技是都有的 OK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降完价之后 这个价格 咱就只能说是香 就是买 就是30万40万 你买个就是比他再高一点 逼格的车 目前信用软里边没有了 找不到 找不到 但是这个车的话 就是说未来的维修啊 保养啊 包括它的OTA 都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客户的话 会不会在意这个 是这样的 高和呢 它没有倒闭 经传言咱不确定真讲 因为这个毕竟市面没有公告 长安会入股 宁德时代会入股 这如果说两方有一方入股的话 这个就OK了 就OK了 因为像宁德时代 就是这个企业来讲 现在就根本不差钱 所以说如果这两家有一个 常也不用说军工企业吧 对不对 咱国企只要一入股 这基本上就OK了 没有问题的 这个车的话 目前是赚的还是亏的 目前我们这个车是亏的状态 目前的 因为是我们是在降价之前 在它有危机之前买的车 当时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 对 当时也没任何 它突然间危机了 但有啥时候 我们也根据市场的波动来讲 你做生意嘛 有贵有赚 你也往下下调价格 但这个价格目前是很香的 就30来万40万 不到的价格 你买的这个车 80万的车 对 当时新车 这个新车当时70万的车 现在就是5折的价格 就能买得到了 我们还剩这几台 我们就降完价之后 卖的蛮好的 这个算不算 就是说你遇到的一个跳水车 算 但是这个二手车有的 我们照常收 我们愿意有 愿意要 那基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第一 价格下来了 同样的价位 20万 比如说现在新车 我们卖30几万 那同样的二手车 比如说一年两年 现在就20万左右 肯定就买得到20来万 就足够买的 20来万 你能买到的 我没有比他更好的 就是各种各种科技 各种堆料来讲 没有比他更好的 各种旋 人逼格来这 摆着了 是这么个事 主要还是逼格 对 欧一门 你就目前这个价位的没有吧 展示这边极客也很多嘛 就是为什么会放出来 突然放出来这么多极客的 就是这种接近新车的 这个状态的极客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一批极客呢 是我们厂家的这个试驾 推移下来的 都是高配车 这个车呢 在之前我们也不觉得是车油 就是我内心来讲 这车不觉得有多好 但实际看了这个真车之后 这个车里边的做工 包括各种 我觉得是真是挺好 就是一点没有这种 就像国产的这种十来万块钱 那种廉价感 这个从看 包括做 包括开 包括行驶 都OK的 都没有问题的 你包括亚马哈这个音响 正常 就现在国产车 你花十来万块钱 可能也能给你配上 这个音响 这个音响 但实际的调 调子来讲还参得着 可能真的没有 没有这个好 这个我觉得这个车挺好 就十来万块钱买这小车 没有 对 没有啥可买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性价比 随便在这摆着 再一个呢 质感的确好 你看它有吉利 它有沃尔沃 有大的这种 对 它有大的这个背书 在这里摆着这个车 所以做工都还都OK的 没有啥问题的 像这个的话是多少钱大概 我们这个车大概目前15万左右 根据版本不同 从13到15之间 我们现在卖的有 像它跑的里程 大概就几千公里 这个样子 有没有比如说客户比较担心 比如说你看 你跑了一两万公里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试驾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重度的一个磨损 或者是损耗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像我之前传统油车 因为有变速箱 有发动机 有各种这种机械的元件来讲 这个怕大家怕磨损 怕暴力驾驶 对于电池来讲 没有 它就是电池 电控 电机 就是三样 电池 有电的话 它就直接就到电机上 电机直接带动轮子就驱动 不存在什么暴力驾驶 有磨损 有啥 我说不好 除非轮胎有磨损 这个车也是非常值得选的 要什么自行车的感觉 对要什么 而且这个造型啥来讲 它不说一眼看 就不轮不累 怎样的 不协调 没有 成熟度还是可以的 对 包括里边这种各种质感做工 就是你没啥毛病可挑 对于这个价位来讲 是一点毛病挑不出来 就一点不像这个价位的车呢 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车的话 也算是大跳水的一个站 大跳水价格 是我们这一批 反正就卖完就没有了 正常这个市场四面收入价格 可能要比我们稍微高一点 我们是因为批量的 我卖完就结束了 保持率来讲 因为毕竟极客这个品牌 在国产新能源里边 还算是个高端 对 也算是个高端 在国产里边 可能量比比亚迪来讲 能差点意思 但是高端点 小众一点 就这么个事 像001的话 001 对 001卖的挺好的 001挺好的 我们上去有一批001 已经结束了 对 001已经结束了 好了 谢谢凡哥 好嘞 谢谢凡哥 带领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的经历院的24场 行 好好好 OK 感谢凡哥 是为了